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了亚运会 亚锦赛等亚洲赛事的男篮冠军 而他和姚明巴特尔一起被称为篮球场上的移动长城 2001年 王志志加盟NBA成为了第一位效力于NBA联盟的亚洲籍球员 王志志尽管有着2米16的身高 但动作仍十分灵巧协调 并拥有灵活的脚步 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都让对位球员不少失败 亚特兰大奥运会后 曾有6所美国大学球队邀请大志加盟 2001年 在CBA封王后 王志志加盟NBA 2002年 4月 王志志入选中国国家队 但由于没有与达拉斯小牛队续约 王志志希望刘队参加夏季联赛 而错失如约回国的时机 此后 中国篮协和巴音南篮派人前往美国联络王志志 未能就其回国仪式达成一致 2002年 10月 中国篮协在釜山亚运会期间 做出将其从中国国家队开除的决定 这期间大致错过了市井赛 奥运会和亚运会等多项国际大赛 2005年 5月17日 自2002年被开除出国家队以后 王志志第一次选择了与中国篮协官员主动交流 作为北京奥运会深奥大使的王志志 在电话里表达了自己希望为国效力 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愿望 2006年 4月 9日 王志志从洛杉矶返回北京 打的王志志 将近了 将近了 这绝对是他回归国家队以来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回国之后 王志志随国家队出征多哈亚运会 并带领没有姚明的男男 以不败战绩夺得了多哈亚运会的金牌 在2006年到2007年赛季 以王志志为当家的八一队 击败了广东红远队 夺得CBA总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大致联手姚明和易建联 带领中国男男闯入八强 凭了历史最好成绩 大致虽然早已过了儿力之年 但在2009到2010赛季中 仍然是以场均26.6分 在本土球员中名列第一 毋庸置疑 他目前依然还是中国国内最好的球员之一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